有關兒童疫苗的部分 那目前正在針對 BNT這邊還有輝瑞這邊 在洽談合約當中 那這已經到最後階段 那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會跟各位說明 那另外目前已經在食藥署這邊 進行EUA申請的 有輝瑞的這個5到11歲 那還有莫德納是6到11歲 那這事實上這個部分 就是要食藥署這邊的專家 要先針對他的適應症 來做一個審查 來一下 部長早上有講到 就是兒童疫苗是四方談判 比較複雜 那可以幫我們透露一下 是怎麼樣的狀況 比較複雜嗎 那第二個 每一個談判大家都知道 每增加一方 就增加了很多倍的一個困難 這是一定的 然後一對一談判很容易 一對三就 一對二就難 一對三就更困難 所以大家 因為每一個都有個人的一個 每一方的一個立場在 那把它協調成大家都能夠來合作 那是有相對的一些難度 不過 你覺得在我們這邊 在機關署的努力之下 應該也差不多快要完成了